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看会是你的损失 这一集是最好看的 非常好看整部戏 那个笑位相当之多 和客帅人相当之多 都看得开心了很多 支持 一定要支持 好好看 是绝对不会令粉丝失望的 是好好笑 我很久没笑得这么开心 好香港人才会笑得这么秦情的电影 是看得很开心的 张志明终于长大 我们等了很久 最大的买点就是余敏乐 再唱歌 女人也是喜欢搞唱大老房的 总之觉得很温宋 很喜欢里面很多的对白 整部戏很有香港的感觉 令人看完之后 对爱情有信心 一定要看 很温馨的 很现实的 和我们现在的中女 中男 她们的性格是非常貼切 说中了很多男女之间相处的小矛盾 是香港人很有做名的 亦都是一些我们这个年纪的男男女女 很有做名的 很近我们 像我们生活的朋友 真的和我一起成长的戏 无论他们经历了多少 开心不开心 我们也有份经历过 很多旧时大家的回忆 再加上今次很新鲜的 彭道最擅长的搞鬼的笑料 每一句对白都很精雕细的 还有今次完场的时候 很多炎花继续搜到你不想走 终于看完的时候 大家还黏着一张椅子 是不是真的完蛋了 我还想看 我还想看这两个人 很感动 本来打算轻松开心笑一下 但结果都是哭到眼睫毛都掉了 一起哭笑的时候 一起笑 一起拍烂手掌 依然继续好笑 但也很感动 没想过原来会那么感动 我自己其实有哭了两次的 我居然感动到有点滴了一点点眼泪出来 流到几点眼泪的 Well done 好享受这部戏 本来以为很好笑 去到最后我竟然眼淚淚 春娇和智明这段爱情 已经超越了香港了 已经是牵涉到银河系和宇宙 记得入场看 入戏院入场 笑一下感动一下浪漫一下 春娇救智明 必看 一定要看的427 入戏院看春娇救智明 即是我拖你? 为什么你鬼畅生了? 黄晓明真是英俊 张智明你没可能英俊得过她 知不知道 OK